请锁定地球黄金线汽车频道 YouTube和Facebook粉丝团 网路独家内容 由我们的黄金试车组带给您 宇宙不同的全新感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 其实买了一台车之后 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一台车一定也是很吸睛的 对不对 小兰 对 那其实啊 大家现在看到这台Golf GTI 大家一定会想说 哦 这是7.5代 其实这一台 它不是吗 这是7.5代的头 没错啊 对 它是7代 然后改成7.5代的车头 对 因为这个车主 它其实非常非常爱这台车 那我们还可以先讲到说 其实像Golf GTI一直在 不管是欧美地区或是台湾 都是这种改装的当红炸之地 因为你讲运动先备车 运动先备车里面 你再讲到性能款 那Golf GTI一定会讲到 没错 因为它的这个操控底值好以外 再来就是它从5代就开始 运用了这一套动力系统 那大家玩到现在 已经变成一种完成精的感觉 那像今天这一台 它就是非常典型 就是是台湾的这个店家 那专改VAG车系的德鹏国际 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套件 所改装的出来的一台车子 原来 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光车头的部分 你7代要改成7.5代 包括引擎盖 然后大灯 大灯 宝杆 然后里面的内铁 还有叶子板 全部都要改 而且它比较麻烦的是 因为车主为什么想改7.5代 也是因为它有那个动态指引方向等 那个东西的话 它就变成是 它的电脑编程 还要跟7代的去做一些调整 重新再设定 所以当初在这个地方 好像也搞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这大工程 你要想说我换一个车头 不是透件的问题 而且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连这个引擎盖 它这个引擎盖 是后来又换成碳纤维的 透明的 透明的 我刚一看我想要口碑 是 这个其实在满多美式的 改装车上面也都有看过 它这个中间这一块是压克力的 像强度跟散热的部分 也都是经过测试 所以基本上就很炫 它光是停在那边 我相信走过去的人 一定每个人都会这样 欢迎来看 欢迎来参观 是 我现在看一下引擎盖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已经改到这样了 我很好奇是 它整个动力的部分 有没有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好 我必须要讲 其实这一台车的动力 跟它目前的身价 都是当初的两倍了 因为它改装也花了满多钱的 然后另外就是 它动力的话 现在是改德鵬Archetech的 这一个500匹的套件 所以当然包括ECU 已经改写到Stage 3以外 就是所谓的三接以外 它整个涡轮也是换了加大的 像涡轮的话是换了 像IS500这个型号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去用个 比较通俗的算法 大概就是人家所谓的 5号半的那个尺寸 在增压值的部分的话 现在最高是可以达到2.2 bar 不过车主因为平常行驶的关系 它大致上都打在1.7 bar的 这个高增压左右 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进气的部分 你看从这里 这个整个碳纤维的进气管 然后还有像底下的涡轮管 也都改成金属了 因为像有原厂的 它是像橡胶的 橡胶化热胀冷缩的状态 它也会比较明显 那变成说他们在进气 或说在增压的效率上 对 可能会比较受到影响 所以都改成金属管 让它更稳定 我们现在可以来车测看一下 那在车测的部分 因为这台车之前 好 我把它盖起来 这个可能要稍微有点用力 另外小兰 它已经改到500匹了 它的刹车 应该要改得很强 对 是 在刹车的部分 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因为车主他其实 还蛮喜欢享受高速 他说刹车一定要好 因为看到测速照相机的时候 瞬间就一定要能够停得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用的是非常高档的 英国的阿鲁控的 前六后市的卡钱 里面的叠盘的话 已经换到380尺寸 后面是355 这个如果全新的很贵 对 而且整套 它这个光刹车整套 因为你看它后面的话还有 后面的话我们说 它本来还有电子的手刹车 很多人不敢换 就是怕说电子手刹车的功能 会被废除 但它其实也换上了一个 可以对应电子手刹车的卡钱 所以基本上整套刹车换下来 2只2万 对 我就在想说将近30是要的 是 是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铝圈 其实我们说黄虾鹤重的部分 其实铝圈你换到一个尺寸 或者说重量加大的话 你再开起来 其实就会有比较重拖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是日本断绒社的 锻造铝圈 18吋的 然后重量一颗只有7.9公斤 算是非常轻 而且比较有巧思的地方是 你看这个蓝色的 这个是车主他自己涂的 就是跟他的卡钱 所以他在开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蓝色在那边旋转 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钟意姐你仔细看 前面这咖框跟后面这咖框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从远看很像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我刚刚他来的时候 我一看也觉得它是一样 可是后来你仔细看 其实它是不一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车主他先订了这个框以后 然后后来来发现 他为了要装这个卡钱 闪不过 所以他又订了另外一组 然后一组就放后面 但是其实远看是 还蛮像的对不对 但这个框也很贵 他框一组就要11万 所以他其实用的东西 我觉得都算是还蛮高档 而且还特别找了椅子对吧 对 那椅子的部分 这个椅子其实已经不好找了 TTRS的 椅子的话是因为他自己很喜欢 这款椅子 因为它其实算是很高端的 一个座椅 你看它其实像侧向 或者说在腰部跟腿部的支撑性 都做得非常明显 而且是全皮的 只是说它是TTRS 当时原厂选配的椅子 这个椅子的话 当然有一点年纪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上面有一些正常使用的痕迹 但是我觉得它在内装 因为GOLF GTI的内装质感 本来就很好 它内装本来就很有特色 所以基本上它内装是维持得蛮原汁原味 只有增加了一个像这个是热论表 它上面是一个综合的监控仪表 像油温 油压 水温 这些全部都可以在上面那边 立即看到监控 好 再看尾印 是 因为跑高速的部分 所以它的整个稳定性一定要很好 它这台车之前去 有拉过时速100到200的成绩是8秒1 而且它那时候只有打1.78 所以基本上 当然它如果之后再去真正要挑战的话 是可以再做更好的成绩 只是它只要光是轻松跑 就已经8秒1算相当惊人 所以它在高速的稳定性 也要非常讲究 这个唯一因为它的角度够大 面积也够大 所以它基本上 车主说在跑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是真的很好 至于在底下的排气管的部分 它这个是直通的 然后76mm的口径 而且它这个是比较特别 它一样是可以用遥控器 然后控制它的阀门以外 你也可以下载手机的APP 它可以有四段 反正说你可以控制它转速 它可以比较不扰明 对 可以控制它开启的时间 或者说控制它阀门开启的角度 都算是还蛮先进的 你看这台车 够不期待GTI 换了整个车头 然后你又看到这么多改装套介 然后你又看到玛丽已经上开500匹 然后为了那个制动 还要花那么多的钱 那也是用心 对